好 那當然我們現在呢 就是只能把自己顧好了 對不對 口罩戴著 然後水神噴著 然後衛生習慣做好 那兵哥 你是說現在 能夠不要趴趴走就不要趴趴走 盡量 能夠不上節目就不要上 我們節目現場攝影棚 都有做好好不好 所有的防護措施 防疫升級 中天大概是最近 這些電視台最嚴格 只有我們做啊 對不對 我們什麼分艙分流 都已經在做了 不過你們的電梯問題 還是要解決一下 那我今天這個 這個是我朋友給我的 我不是要賣這個東西 我只要跟大家講 其實呢 防護衣分很多種 為什麼我朋友會特別拿這個給我呢 他也不是要賣 重點是要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 我們很多做法好像有點問題 所以他看了很擔心 所以特別拿來給我 因為他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怎麼樣 這是三種不同的防護衣 中間這種是一般商業用途的 所以一般商業用途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高強度的狀態之下 就是一般穿的 但是你看他也是從腳一路包覆 包覆到這個臉還有面罩 全部都有 那第一個 我們現在看到光是台北市 他們最近大家很多人在街頭 跟他們消毒 鞋子那個鞋套 當然因為他要走在馬路上 他可能沒辦法穿鞋套 可是你有看到他戴面罩嗎 好像很少看到 對 然後呢 再來這一種 這一種是 這個比較高端的 比較高端的這一種呢 就是在院頭用的這一種 你看他一樣有面罩 然後鞋子有穿 然後他最注意到 他跟一般的不同 他有膠條 那個膠條可以讓那個密封 可以讓那些 就是一些細微的縫隙 不會露出來 讓這些所有的地方 全部都把你擋住 那我在我看到我們好像很少人穿有膠條的 然後第三個這種是開刀房用的 你看到沒有 他前面外面還特別造一個 對 造一個那外面因為防噴漸 因為你要做器械 或什麼東西的時候 會有這些噴漸的東西 那我不是叫大家去買這個 一般我們人也用不到這個東西 但重點是什麼 我現在很擔心的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之前我們在炒諾富特防疫旅館的事情 防疫旅館那些收清潔人員 再來講你至少要穿到這一種吧 問題你有看到他們有穿嗎 沒 我們都沒有看到他有穿啊 所以這是讓人覺得很可怕的地方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他這邊旁邊喔 還有附一個小的carry bag 就是讓你放在旁邊的 這是幹嘛用的你知道 因為你 你從紅區裡頭 你把這些東西要資源回收 或什麼東西清潔的東西 收完之後 你出來你是不是要脫 脫的時候你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要消毒 所以那個包是讓你消毒的 即時全身消毒的 你有看到他們在消毒嗎 所以 所以 你不能說只是表面上穿了這樣的一個 就做半套就是了 穿個半截 然後到最後你東西一不一脫你就走了 那這樣子實際上你是把病毒帶出去了 這是非常危險的東西 我再強調我不是叫大家去買這個 因為一般人用不到 重點是我要提醒的是政府 你們到底有沒有遵照這些 在不同的區域你要穿戴到什麼樣的衣服 然後你做好全身的保護 然後所有的SOP要去做好 你做了沒有 如果都沒做的話 就算是防疫旅館 就算是你平常說 講起來好像保護很中密 到最後病毒還是這樣溜出來了 台灣現在已經到一個很緊急的時候 我們還要繼續這樣 大而化之這樣隨隨便便嗎 我真的希望大家繃緊一下 好現在萬華當地的這個確診數是大噴發 那麼萬華這個地方呢 其實它有很多的觀光地標 那麼人來人往聚集 再加上出入分子相對複雜 好所以這個特別上場柯文哲呢 在過去我們看到中央一向是 習篩如驚啊 但柯P說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篩 一有症狀又不對勁就篩吧 好同時呢現在已經呢 在當地設了四個快篩戰 那柯文哲說呢 最擔心這五萬名沒有身份證的外勞 五萬移工 那要給這些人特赦令 不會因為你來就醫把你遣送回國 來篩檢不會把你抓起來 希望外勞配合防疫檢查 在這邊加上四個快篩點 我們看到呢其實 牽連到萬華查是這一枕掛的 還有這個蘆洲的獅子會前會長獅子王 他活力強大足跡範圍強大 好他一個人傳19個人 我不知道接下來還會不會爆出傳更多 那麼蘇一寧醫師就說呢 這個台灣獅子王還是有王者風範的 很多人為什麼稱讚他呢 因為呢他誠實告知自己的足跡 好願意誠實公佈足跡 需要極大的勇氣 因為他去這個萬華查是嘛 好希望他的太太原諒他 好那麼所以呢 因為他現在一個人傳19人 被稱為超級傳播者 這次到目前為止台灣來講 應該是史上最嚴重的 好那超級傳播者呢 我們不是想說就是一般病毒超多 或者是病毒的傳播力超強嗎 沒有有人給他新的定義耶 就是說超級傳播者也就是他 他超級會跑 而且呢衛生習慣超級不好 有志 我不認識蘇醫師 但是我必須糾正你 不要講這種話啦 你真的有跟這個 所謂你們一直在講的獅子王接觸過嗎 你真的了解嗎 你真的知道他家嗎 你知道他太生氣了嗎 一個醫生這不是你的專業吧 這應該不適合你再講吧 我真的不覺得一個醫師 應該講這種話 我說他本意可能是希望說 鼓勵大家以後 都能夠清楚的說出你的足跡 但是我覺得蘇醫師 你身為一個知識分子 可能是鼓勵說足跡 你只看科學證據的醫師 指揮中心也要抽獎啊 你動不動就可以出來說 人家家庭這樣子 我真的不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啦 我真的說齁 我等一下專業的部分 我不敢在楊署長前面 魯班門前夢到 但是我最近我也是很努力的在跟 我想請你知道 光我的節目 光我早上的廣播節目 我至少訪問了50集以上 各大醫生都來 我能夠盡量汲取經驗 甚至邱淑提醫師 還有陳怡銘教授 這幾天也邀請我跟世界各國的 防疫專家視訊 然後我聽不懂 但是他們會翻譯給我聽 我能夠吸收的盡量吸收 我只能說 最近台灣做的做法 荒腔左板到了幾點 我附和楊書長講的 全台灣沒有專家可言 如果你真的去跟這些外國的專家 對你會說人家要比我們好嗎 人家抱著這樣亂七八糟 人家要比我們好嗎 沒有 可是人家從錯中學 人家已經建立了一整套 很多很多的體系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壓 一直壓 把我們很多該做的把它壓住 比如說什麼 我們也有專家 是因為政府不聽啊 沒有錯 所以我書長講的意思就是 這些專家被壓住了 對 只有你們這五個才是專家 只有你們這幾個人才是專家 其他人都不是 壓什麼 還有壓剛剛現在柯文哲正在 Undertable正在推的 抗體快篩 剛剛有沒有聽到記者在問了 那個聯合報的 已經九家公司了 什麼叫九家公司 你們知道嗎 這些公司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已經用自己的技術 開始在為臺灣做 對不起我再講一次 就是為 為臺灣做這些抗體快篩 為什麼我說為你知道嗎 因為所有的中心指揮官 跟你講不準 他們是提著頭在做這些事情啊 做出來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葉彥博 對 做這些抗體快篩 全普篩的事情啊 結果呢被當獵巫 送正鋒 是吧 所以這些抗體快篩 九家公司耶 做出來了 有沒有人用 沒有人用啊 誰敢用 剛剛記者會你們在講話的時候 我特別 我沒有想聽 因為我在看這一段 莊仁翔還在黑龍誰都 哎呀這個我們有中央防疫的政策 我們不容許什麼 不容許你個頭耶 什麼時候啦 真的 陳時中馬上改口 哎呀這個部分 因為疫情有所轉變 那我們呢 就交給張善淳教授 再去兜一兜 繞一繞 繞你個頭耶 兜什麼啊 現在你們還要討論什麼 這些廠商企業比你還超前部署啦 陳柯文哲都怕你了啦 Undertable藉由這樣的事情 然後說我們現在來做一點點 抗原快篩 這就是這個事情啦 連一個台北市長都要怕你啦 全台灣的專家在哪裡 全部都躲起來了 只有一個不怕死的提頭在這邊啦 我講真的 我已經訪問了三四十個人了 這陣子來我已經做了好幾次了 我看太多太多 然後每次下了節目 有時候我好多沒跟你講的 我說你剛剛為什麼不講呢 我哪敢講啊 你去問這些醫師啊 署長在說我跟韓濱沒有腫 這些醫師更沒腫 我講真的啦 大家都是為台灣好啦 他們願意提的頭上我節目 我真的非常感謝 可是你在節目下面講的東西 才是真正的應該要講的 大家想聽的 這些醫生我真的很謝謝 我非常非常感謝他們 尤其邱署長 陳怡銘教授 真的你還敢來啊 我真的覺得了不起 我講真的 可是真正的實話在哪裡 壓啊 現在一直壓這些東西 什麼時候了還在壓 抗體快篩耶 九家公司提的都做出來了 不用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